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9日是以故中共主席毛泽东的20周年忌晨 他小小之后20年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访问了几方面的专家 分析下这么多年来大陆在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进展 着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创办人之一 開國元婚毛澤東在中國以及國際政壇上 舉足輕重 也是很有真倫性的人物 他基本上保持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大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如果說他有什麼失敗呢 也就是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 就是說他排斥外國的好的東西 拒絕向西方學習 毛澤東思想裡面有很多是很激奮人心的 你叫我們說 譬如說要為人民服務 這個是沒有錯的 年輕的時候他是 譬如說知識很高 或者學識很薄 制定的政策也都有所根據 群眾支持 但到了晚年之後可能已經分庸了 如果比我比我就是中國統一和中國獨立 他拿的分數很高 但中國的經濟和中國的內政差不多零彈 1935年 紅軍逃避國民黨軍隊圍剿 展開二萬五千里長征 在俊義會議上 毛澤東奪得領導權 自此帶領共產黨在抗戰勝利之後 打敗國民黨 奪得大陸政權 到了1949年 他奪取政權之後 所發展出來的政策 譬如說經濟政策上來說 是統一了中國的貨幣 把通過範章壓低 把整個中華民族聯合起來 等等這些措施 我想當時來講是符合了人心 回顧歷史 共產黨在建國初期的頭八年 工業和農業都取得一定成就 政局穩定 可以說是毛澤東治國的黃金歲月 之後 他推行大躍進運動 組織人民公社 大搞計劃經濟 大大小小都要搞鋼鐵 大而全小而全的工業都在發展 沒有理會那個地方的條件 於是就出現了所謂農業學大債 大債其實不是一個適宜搞農業的地方 結果用很多的成本來製造一個大債 令到大家都用浪費的方法 來做一些沒有經濟效益的事情 當市場經濟出現 他們不可以跟其他地區來競爭 他們就遇到現在各有企業所面對的問題 失業 還有要倒閉的危機 債務類類 我估計這幾年中國都會作出非常大的調整 即是會一個產業的重新大調整 六十年代中期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整個社會陷於政治整肅和批鬥 外交方面 中國當時因為要宣揚國際共產主義 以抗拒西方國家的圍堵 於是大力援助發展中國家 以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 是傾全力去援助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其中包括當然我們所知的坦鎮鐵路 當時很多人都不願意投資的 但中國肯幫助他 幾乎是免費的 另外大家都知道幫助雨嵐打美國 也都投入數億 百億計的人民幣 使得中國經濟相對停進 經過十年文革動亂 經濟大倒退 在期間 毛澤東改善和美國的外交關係 逐漸將中國重新納入國際社會 他逝世後兩年 鄧小平掌握實權之後 推行經濟改革 令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幾年得以急速發展 近年在鄧小平倡道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底下 大陸有部份人 營救緬懷過去的毛澤東時代 以權謀私 貪污腐化 這種風氣現在在中國是太過厲害的 所以開始有些人覺得 過很多龍 應該回頭回頭 多一些集體的意識 多一些功德的觀念 這個在毛澤東的年代是做得好過 今天的年代 因此有少少懷念他這種業潮 中國經過了這麼久的內戰 形成了一種剛才我說的集體文化 是被毛澤東利用到 成為一種至高無常的權威 是一種偶像 因此他可以做甚麼都行 而這種歷史條件在現在的中國是不會再出現的 在毛澤東的故鄉湖南省商談院 蕭山聰 今時今日仍舊充滿一片毛澤東熱潮 而在市場經濟向淺漢的影響之下 這個熱潮更大有商業價值 毛澤東的故鄉 蕭山聰 1990年脫離商談事館核 成為蕭山市 小城故事多 充滿喜和樂 在這個國歌和鄧麗君歌聲運為一體的小山城裡面 毛澤東的遺跡處處可見 居民也以同毛澤東同鄉為榮 好像這間餐館就帶著招牌 自認是正宗 我們是都姓毛 我們一家子 我祖宗都是姓毛 所以可以感受這個正宗的招牌 這個只有25歲的餐館老闆 還自認是毛澤東的侄 不過還有很多餐館用的雜誌 那他們不就是跟毛澤東同輩? 不要理他們真還是假 總之今天的蕭山市 就好像成座毛氏紀念館一樣 來到蕭山 每一處風景區 甚至紀念品 全部都是跟毛澤東有關的 當然啦 這裡是毛澤東的故鄉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紀念品 有最常見的毛澤東頭像襟章 寫上他的詞句的彈香線 一年365天都要見著他的掛歷 還有歌頌毛澤東的錄音帶 到處都是擺賣紀念品的攤販和商店 因為在毛主席固執了 都是要買紀念品 都是買主席的什麼東西 像中啊 像領啊 什麼扇子啊 什麼瓜粒啊 都是買主席的那個圖像 除了售賣紀念品 這裡還有很多賺錢的方法 你會不會猜到毛氏宗祠裡面 古老的鐘鼓會和電腦放在一起呢? 原來電腦科技可以實現普羅大眾 和偉大領袖合影的夢想的 花十元就可以和毛澤東合照一張了 你看看是不是好像真的一樣? 曹山由九二年開始建立這個市場 發展旅遊業 每年遊客達到一百二十萬 餐館都有四百多間 至於憑釣毛澤東遺跡的紀念地區 近來就越來越多 新設的有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經被居過的滴水洞 這裡環境清幽風景餘畫 而且因為毛澤東住過 還吸引很多中共重要人物來參觀 在山壁上面題字留念 1993年底毛澤東百歲銘售的時候 曹山市就樹立這個銅像 當時這個廣場站滿了迎接銅像的人 而曹山人慶祝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的盛況 更加拍成綠影帶 起了一座紀念館放映給遊客看 舊的紀念館就有展出毛澤東生平時跡的博物館 還有他在這裡出生的毛澤東同志故居 裡面保留他當時住過的擺設 而這個在屋外面的祠堂 毛澤東小時候就曾經在這裡游過水的 毛澤東游水的時跡繪跡人口 四十年前他橫渡長江 後來成為很多年輕人紀念和學習的榜樣 其實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活動 對他後來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在球學時期住過的長沙 也都和曹山一樣有很多紀念毛澤東的遺跡 湖南第一師範因為是毛澤東青年時期讀書的地方 幾年前辟為紀念館 在課室和校園中間就畫出了幾個地方給遊人參觀 標明是毛澤東活動的所在地 湖南第一師範是毛澤東青年時期思想啟蒙的地方 而這裡就是毛澤東當年在這裡讀書的時候坐過的座位了 除了貨室還有他睡過的床鋪 他在這裡做冷水浴鍛煉身體的水井 都仍然保留 只要買入場券就可以進來這間學校參觀了 為甚麼天安門搬來長沙呢 這個地方叫骨子周頭 又是一個有毛澤東遺跡的風景區來的 毛澤東青年時代寫了很多豪情壯志的詞句 他在這裡就寫下了問蒼茫大地誰處沉浮的詩 他寫的這首詞滲原春長沙 現在就刻在石碑上面成為被遊客憑調的景點 我們在湖南採訪所見 處處都有和毛澤東有關的景物 而民眾也很懷念他 難怪毛澤東可以在市場經濟趨勢之下 為當地人民帶來經濟效益 超越電視範圍張顯三國智慧 三國演義超智版 明晚10點本國台 渣打銀行全新智能信用卡 邁向積分優惠新領味 只要是車主專利會會員 任何簽帳所措積分 都可以透過卡上晶片 即時換取入油 汽車美容 和泊車現金優惠 即時換分身體驗 渣打銀行車主專利會會員專有 即時換分身體驗 渣打銀行車主專利會會員專有 至於不信上鵝賓月的你 我們誠意介紹 姓安娜月餅 因為中二 一號陳偉 二號葉嘉黎 四號苗菲林 五號黎嘉貝 六號張東林 所以下星期日晚七點半 1996亞洲小姐競選決賽 是你最喜歡之選 1996亞洲小姐競選 是由夏列商戶聯合贊助播出 太太口服役 你和雜月 經到蓮池陰穿背琵琶糕 及威力空調 繼續時事追擊 時代變了,香港人家現在流行遲婚 不對的又輕易離婚 自從兩個月前, 離婚手續簡化了之後 申請離婚的人數大幅增加了兩倍 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寶寶 你也不知道給我看的 有沒有事? 在假日和自己的子女去玩 的確是一件賞心樂事 這張美麗的圖畫 亦是不少人夢寐而求的 而好多人的美夢 就由這間房開始 可請在座各位見證我 陳美玲, 駕你, 蔡其生 以為我合法丈夫 謝謝 一生願意 一生我願意 敬天愛在沒遺憾 明月無禮照人相愛相殘 香港人口是不斷增加的 但是結婚的人反而是少了 在1987年就有四萬八千對新人結婚 不過到了近一兩年 平均每年就只有三萬八千對左右 在兩星期前 她和太太正式離婚 是一個很艱難的旅程 是要融合很多東西 很多容忍 很多兩戒 你成不成功 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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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米的太太 現在已經搬走了 以前放滿了 掛到一邊滿了 這裡全部都折到滿了 現在都走了 以前她每天都和老婆在家 同桌吃飯 現在就孤家寡人獨自生活 早上早餐 自己煮了雞蛋 麵包 放在那裡 始終都吃不到 最後 想說吃過麵包的時候 發覺 原來那塊麵包全都濕透 然後就自己在那裡 愚愚愚在那裡流眼淚 詹米在大半年前開始 就去找社工輔導 幫他克服心理上的難關 你覺得這個輔導 和那條街都對你有幫助嗎 幫助很大 真是 口坦白的說 詹米說 自己在離婚之前 每個月出糧 都將成份人工給老婆 他認為自己已經做了本分 那個輔導員告訴我 雖然你以為做一個男人 你做了所有的事 你以為就這樣 你盡了自己的責任 其實他說 在很多事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的行為上面 在對方感受的時候 你不知道 譬如什麼呢 譬如我的態度 什麼態度 一些粗魯的態度 在香港 去年就超過一萬對夫婦申請離婚 比十年前 也在1985年增加了一倍 而在今年頭六個月 申請離婚的個案 每個月都有幾百至一千多宗 在今年六月尾 新離婚法實施以來 七月份申請離婚的呢 就急升到一千五百八十八宗 而八月份呢 也都有一千三百四十八宗 有社會人士就指責 是新離婚法太寬鬆所導致的 不過政府就否認 其實有些人 婚姻已經破裂到 無可挽救的階段 而因為婚居的期間 拖得越長的時候 其實彼此的痛苦是更加大 也都影響到 譬如新婚仔 那這個離婚法的修改 其實只是希望 幫到這一類的夫婦 可以快些 重新開始 新離婚法是容許 結婚一年的人士 可以申請離婚 以往是要三年的 雙方同意之下 分居一年也可以申請 以前是需要兩年 若果只是單方提出 分居兩年就夠了 舊禮是要五年的 九五年立法局討論新法案的時候 民主黨的馮志活 曾經提出修訂動議 要求結婚最少兩年之後 才可以提出離婚 不過修訂動議是被否決 新婚人士有時初期 他們對婚姻的適應 或者對婚姻的經驗 或者大家的協調 可能會大一點問題 可能一時衝動之下 不如我們就結束了婚姻 我們不希望人士這麼快 反正他們這麼辛苦 結婚應該多時時間考慮 因為現在新的條例 就是有個鼓勵作用 究竟怎樣叫救 怎樣叫不救 這個其實都是很難決定 但實際上 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 一直都很強調家庭生活教育 到夫婦雙方的問題 之間的分裂已經很深 首先做輔導工作 已經比較困難 這裏是全香港唯一一間 專門處理離婚輔導的機構 她的經費是來自賽馬會的 去年她就處理了1068宗 離婚的個案 張太太在四年前已經上來接受輔導 她曾經兩次申請離婚 那次打得我很厲害 去年年未打 打得我最難 難了我就下去去警局 其實可能打得多 罵得多的人很難 很難再生活下去 張太說當初她是不知道 先生為什麼會脾氣這麼暴躁 後來才了解到 丈夫是因為在工作裡扭傷了一條腰 經濟出現困難 而張太曾經想自尋短見 社工說張太兩夫妻的個案 是比較複雜 同時也是典型的 去年社署就處理了249宗約妻的個案 比前年增加了一成半 爸爸 如果你不想繼續受到暴力的對待 提起勇氣 跟我們聯絡 原來那個太太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排斥她 她那種自己不舒服的 有時候很多內疚自責的人 反過來會變成一些暴躁的行為 社工說服了張先生上來接受輔導 我回家 初初都沒有說話 到最後她去剪頭髮 她帶我去剪頭髮 我叫她不要倒 她說好 我以後再多不倒 現在她去買音響買東西 她都帶我們去 婚姻調解服務處的社工說 她們並不是想把所有的怨偶複合 有些的確破裂到無可挽回 不過對於那些想修補關係的人來說 新離婚化所給予一年至兩年的分居期 實在是不足夠時間去輔導 在法律門約處大概有兩成的個案 他們申請了離婚之後都會撤回她的申請 所以有一部份的人 其實他們是一種求助的訊號 很想幫助他們 所以在我們的個案裡頭 那些求助的人 我們都會 如果見到他們很矛盾 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時候 會幫助他們檢視婚姻 在去年 服務中心請了一位加拿大的教授來香港 訓練公教婚姻輔導會 其他機構的社工 專門做離婚調解 陳太說 香港是十分缺乏這方面的人才 而他們中心 不先是有8個人的編制 現在只是夠錢請5個人 有很多事情 有時真的一天六七個個案都做不及 還有當那些個案是排到密 剛剛在上庭之前那些階段是最密的 所以我相信那個人手是很不足夠的 但是社會福利署就說 目前他們已經有足夠的人手 在18個分區裏面 每個都有兩個家庭服務中心 每個家庭服務中心的人手 亦都是有10個或者以上的工作人員 王可宜亦都列舉數字 說政府已經有42個家庭服務中心 而且數字是不斷增加的 不過律師會就說 這樣只是片面的 他們希望政府可以立法強制有一個調解 有很小的小弟哥最好都是好頭好尾元 因為小弟哥都要看著他們長大 這段期間又要有很多探視權這個問題出現 還有有些負責責任肺這個問題出現 如果是兩夫婦一直喊下去 就會拖的時間很久 就是了 婚姻制度一直是隨著人類的社會而存在的 新離婚化實施之後 會令這個制度又進一步受到考驗了 但其實很誇張的 九份仍然是不斷的 我們現在是有限的 又是我們在拍攝中心 會令人多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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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間新聞即將播影 之後是滾石音樂重要情報 和宣傳快線 東莞新世界花園廣告雜誌 下星期日晚12時15分本港台 全新萬事得八人MPV 安全設備是全城同級車中的頂級 獨有雙安全器袋 四輪透氣煞車碟 四輪ABS 處處聖人一籌 怪不得和那麼多人都那麼適合 全新萬事得八人MPV 新生活的喜悅 如果未試過的話 真是說不出給你 你借我約聖天啊 聖天啊 來,走盡生活新天地 如景新城 選擇國泰經濟客圍 滿足你愛幻想的心 國泰學校 亞洲麥王,亞洲深 現在來麥當勞買開心樂園餐 就可以用陪樂多自製開心歡笑臉 組合鮮艷顏色 發揮你豐富的想像力 每款開心樂園都會有一套的 快點來麥當勞吧 封攻尚一擊即中 封攻尚一擊即中 這個星期五 你就要看英文虎報的Job Market 因為好工盡在其中 星期五Job Market 封攻一擊即中 他源自德國優良傳統 清涼投心 精液如金 金卓月的品質 當然就是藍妹 原裝入口藍妹啤酒 精液通透,金質享受 怎麽看我的皮膚都這麽靚 全靠用了碧柔 碧柔目浴露 特含NMF天然滋潤要素 跟肌膚的天然滋潤成分相近 保持所需水分 所以我的皮膚 這麽柔軟潤澤 你都可以跟我一樣的 碧柔沐浴露 碧柔呵護量力肌膚 只要涼水分 4 很酷 6 6 7 9 7 始終都是這種曲線 是吸引人傾康的視線